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大家好 袁医生 今时今日有很多学校家长都面对很多小朋友成长的毛病 有很多压力 那在这方面的病人有没有找你去求助呢? 你有怎样医的呢? 要用什么的疗剂呢? 可以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病人是因为有些我们叫成长的问题 可能是学习的问题 可能是行为的问题 来找我们帮忙的 你知道吧 在我的病人里面有很多是教书先生 他也可以说到他们的教书经验 他说现在的学生是越来越难教的 其中有个老师跟我说 他说我每天一放了工之后 我的脑袋就会爆了 那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现在有一种压力感 但是很难形容我的脑袋 即是发生什么事 那我说为什么你放了学才有这种感觉呢? 他说我回学的时候 我要面对这班学生 那我就集中力去处理它 但是一放了学之后 就释放了出来 那种压力感 不开心无在感 就爆了出来 那只要你都看到 其实呢 我们叫做 英文叫developmental disorder 其实是一种成长的毛病 其实是很多下的 在美国的数据 大概六个有一个 达到15个percent 那些小朋友三岁到17岁 是有这一类这样的问题的 那譬如包括那个ADHD 就是那个集中力关注问题 和那个过度活跃 自闭症这类的问题 那个脑坦 Cerebral Palsy 那听觉的问题 智力的问题 学习的问题 视觉的问题 就是其实很多方面的 那最近的数据应该看到 自闭症应该是最多的了 因为呢 最近的数据 是大概65位有一位的 那如果有机会 大家留意 有一个纪录片 在将来可能电影都会 电影远都会放 就叫做Vaxxed Vaxxed Vaxxed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上YouTube 就打这个字 或者就这样去搜索这个字 你会发现很多方面的资料 那其实这个呢 是说现在的 自闭症的倾向是很高很高的 那估计到2035年呢 就两个十元就有一个自闭症 那好了 那当然 那成因呢 在我们的很多人的经验呢 跟我们那个疫苗注射是有关系的 是很明显的关系的 是很明显的 那 那 现在的学校里面呢 就特别呢 多了一个特殊的教育 为那些十元仔特殊需要的 十元仔去教育 嗯 以前呢 那些老师说其实很少的 就是一间学校里面 都不会很多 这两个学生 现在差不多呢 就是 每间学校都有很多这种学生 是 好了 那在我的经验里面 其实呢 处理这类的成长的十元仔的问题呢 其实用同类疗法呢 那个效果呢 是最显著 和最合乎经济效益的 就是如果一个十元仔呢 他那个 他有学习的障碍呢 有时候呢 我用同类疗法呢 是可以很 很戏剧化地呢 是跟随这个十元仔的 那任何的十元仔 在成长期间呢 出现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用同类疗法的疗剂呢 是帮助他们的 那我们是怎样去 就是用什么疗法 用什么疗剂呢 我相信呢 大家呢 如果听过这个节目多呢 都会知道呢 我们常常强调有些疗剂呢 是叫做体质的疗剂 Constitution Remedy Constitution Remedy 的方法 那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呢 其实呢 我们是首先了解了那个病人 那个体型啊 体质啊 性格啊 皮性啊 那是属于哪一个疗剂呢 嗯 它会不会是一种盖型啊 会不会是一种轮型啊 会不会是一种炎型啊 会不会是一种炎型啊 即是有不同的 的我们叫做 那个 那个 体质的疗剂呢 那是一个早期呢 如果我们是立刻去应用呢 这个审文仔呢 其实呢 就很大机会呢 是帮助他呢 是正常化的成长的 是 那呢 我也和大家 都说过很多次呢 其实呢 现在很多的问题呢 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避免的方法呢 就是呢 是早期呢 小朋友出生没多久呢 试图用一个 和他疗化的疗剂 是一个所谓的 体质的配方 就是找一个疗剂 是适合这个小朋友的体质的 那如果你早点用呢 就可以加强 他的正常一点的成长的 那当然啦 疫苗注射呢 在我们的立场来说呢 是绝对呢 最好就不要打了 OK 因为呢 就算有些所谓的儿童病啊 三文仔那些 那些童年那些病呢 如果他出现呢 其实如果你会用自然的方法 和他疗化医他呢 其实很容易的 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后遗症 所以有就去治療它, 用不著用藥有這麼危險的疫苗去打壓它 所以在我們的過去,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其實我醫了很多 包括一些很嚴重的情緒行為, 譬如我有個病人, 他就是專門搗蛋 在學校裡面, 經常都不聽話, 聽話不要緊, 經常搗蛋, 經常去騷擾其他同學 令學校沒辦法, 用藥他不賭, 就趕他離開 我亦遇到有些病人, 暴力行為很強, 用刀去追斬父母 父母就要躲在房間, 關在門, 這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麼辦? 如果你說報警報了幾次, 有什麼可以做 警察不能在家裡幫你守住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我們是用同學療法醫治好他們 他們整個家庭真的可以很大改變 自閉症不用說了, 很多自閉症的家庭真的有很大壓力 很多家庭因為有自閉症的小朋友而破碎 很容易理解得到 但如果我們能夠用同學療法療劑去治療他們 可以把整個問題處理得到 這樣就可以救到整個家庭 我們如何去做呢? 遇到一些問題我們如何去做呢?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同學療法的不同療劑 有不同的特殊性格, 你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去治療病的 比如在我們的體質方面 有些小朋友是比較傾向於瘦 高高長長瘦 那個五官是很幼細的 通常是我們叫做一種輪型的小朋友 就是長長瘦瘦的, 眼睫毛長長 眼睛也很閃亮的 有些小小型肥膩肥 又更容易出汗 我們叫做一種呢? 的肥膀型的小小型 通常是鈣型的小小型 的肥膀型的小型 也就是小型的小型 乖乖乖乖乖 这个我们觉得是Iodine,癫质的室温济会是这样的 也有些是胖胖白白,很温柔,很嗲 这是什么呢?就是Pulsatela 可以看到,就是由身体体质可以看到 也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性格那方面 譬如有些疗剂是有些很容易发怒的 很容易,很紧疹的,常常发怒的 那这些是通常,比如Nuxvomica, Camomile, Saphicelbia 这些疗剂,那个室温仔很容易有这些发怒的倾向 那也有些疗剂,那个室温仔是很有爱心的,很compassionate 包括轮型的室温仔会是这样的 Pulsatela,蒲公英,还有Cocicum,都有这些 Cocicum是一种好打不平 遇到不公义的东西,它会挺身而出的 有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些室温仔的性格会出现得到 也有些室温仔是比较优秀善感的 比较抑郁一点的,可能情绪会低落的 那这个就是盐型的室温仔 盐型的室温仔,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体型 比较瘦一点的,比较小一点的 尤其是颈部是比较瘦瘦的颈部 不会说很肥,很厚的那些体型的 盐型的室温仔是很内减的 有些不开心的情绪是随着的 不会向父母透露的 那当然,如果严重一点的抑郁 就会是黄金,Orum,或者是Ignatia,呂顺芒,和蒲公英 这些都是很多情绪化的表现出来 还有一类的室温仔是因为缺乏无爱 有很多孤儿的,当然年龄已经大了 但是,你回去看它小时候 它是一个孤儿的环境出身 那这个是Magnesium那类的尿剂 美是有这种背景的,是孤儿的性格 当然,有些室温仔是非常罗曼泰克 亦都是对爱情是很忠心紧紧的 那这类的就是严刑的人有这种倾向的 那还有些呢,譬如Nuxvomica 那个马前子 马前子那些人是比较上是很有勇气的 很有博杀力的 大人就是说很博杀的 做事做得很快手啊,效率很高的 那这时候,室温仔也看到的 那但是,有一种呢,譬如Nuxvomica 和Coin的室温仔 就没有什么勇气的 比较怕事一点的 尤其是Nuxvomica是特别怕事的 没有腰骨的 好了,那还有些的疗剂,譬如咖啡 那大家知道咖啡 喝咖啡喝得多的人呢 那老爸就,哇,很多天花龙凤啊 很多事情想啊 或者可能想到睡不到觉啊 那这个就是咖啡型的疗剂 那也有些疗剂呢 是会很受音乐影响啊 或者很喜欢音乐的 那也有些疗剂呢 是很喜欢动物方面的 嗯 那我们由它那个不同的疗剂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性格的方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的 找到一个疗剂是适合个小朋友的 那如果是及早去应用呢 是会非常之有效的 好了,那有时我们又去看看 那个行为方面 在同学疗剂呢 是很多的不同的行为呢 在背后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选择一个适当的疗剂的 譬如有些人会不会是一个 内涵的人呢 introger 有些人会是那个攻击性很强啦 也有些人呢 是很急躁的 做事呢 拜到死的 不会停的 那也有些人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耐性啦 那也有些小朋友呢 是很破坏性很强的 对于什么呢 在他手上都会弄到烂了 打烂了 那也有些小朋友呢 就是可以说是很固执的 那也有些行为呢 就是可以就是很阴尖声门的 是 是 实际上都会有这些行为 是一定要是这样的 都是一定要这样 你稍为搞磨一点点 他就不会接受了 那也都有些小朋友呢 就是 是多数码人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from around the road 来说 industry dip big to about this 有些人想使你追求什么 有些人很冲动,高感 ответ その行为源让人很惯小 很怕吵鸡或者骂声 很怕 clicks蟲 也有些小客房亦会多焦虑 及会是会怪中的 在同 Дж modeloord atención 所谓症状的资料库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行为 是背后有连带一系列的疗剂 也都可以由这些行为里面 我们帮助我们选择一些好的适当的疗剂 还有些情况我们看到 就是那些小朋友的特别的能力 就是有什么特别的强悍的地方 比如有些小朋友对音乐特别好的 我发现那个炎型的小朋友 炎型的人和黄金型的对音乐是特别敏感的 有些小朋友对动作协调是特别弱的 比如铝型的Aluminum Agaricus 黄蜂型是比较弱的 有些小朋友的语言难力很强的 他说话是很兜兜不绝 说得很清晰 是很色彩化的 这个轮型的小朋友会是这样的 也有些小朋友对逻辑和数学是特别强的 比如新型的Album 和Nuxvomaga都会比较强的 但相反地比较弱的 也会有 例如贝、Bereta Carb 很多蒙古症的小朋友 或者智力比较低的那些小朋友 很多时候都可以用Bereta Carb 这个疗剂去帮助他们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同样的疗剂里面 我们如果是能够早点 用一个疗剂 帮助成长期有出现问题的小朋友 帮助他们发挥得治愈一点 这是同样的疗剂是一个强项 我相信在我这么多种医疗里面 当作一种药物去治愈这些小朋友 我想除了同样的疗剂 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工具的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香港的 其实很多家长都很惆怅的 因为现在的宋文仔 真的是很不同的 是很难教的 是很跳脾的 或者是背叛性很强的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在这些毛病 在宋文仔的所谓广泛性成长的毛病 是懂得早期用同样的疗剂 其实是对宋文仔的成长 会有很大的益处 那今集分享着这么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打刚才那个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ro.com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